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就看一看法广针对陈光诚接受CNN记者采访时 他有一个基本的评述和介绍 那文章题目是这么说的 陈光诚表示遭受的非人待遇超乎想象 文章介绍说 双目失明的中国维权律师陈光诚 抵达美国之后 第一次接受了美国电视的采访 采访中指出 他在中国山东遭受的拘禁的痛苦 是超乎想象的 陈光诚认为 人的本质就是想要阻止邪恶和拥抱善良 因此他挺身与中共当局进行抗争 我觉得他拿出他抗争的理由 这是让今天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深思的 人的本性就应该去抗争邪恶 就应该去拥抱善良 这个在一个盲人 在一个在我们的中国的社会当中说 一个农民从他的嘴里讲出来 如果按照国际社会的角度来讲 按照我们正常人的角度来讲 这是一个残疾人 讲出了这样的话 应该让我们今天 所有其他的普通的中国人 既感到骄傲又感到惭愧 我们有多少人有这样的朴实的想法 有这样最基本的做人的一种道义的角度 去看待问题 这是让我们感到惭愧的 而骄傲的 这是普通的中国男人 他真的做出了中国男人的文化 中国文化当中所颂扬的一个男人 应该有的这种气质 应该有的这种行为 文章介绍说 陈光诚是星期四的晚上 接受美国有线电视网CNN的采访 这是他抵达美国之后第一次接受采访 采访当中讲述了他和自己家人的遭遇 他说他和妻子在中国的时候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遭到一顿殴打 他在软禁期间的痛苦的承受是超乎人们能够想象的 中央社在自己的报道当中讲说 陈光诚接受CNN的采访时表示 我已经很久没有像现在这样自在了 我有一些时间可以晒晒太阳 吹吹风 感觉就是很久的事情 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一个盲人 一个农民 来到了美国在CNN的电视台里面 接受采访时表达出他过去七年来他的遭遇 我觉得这是非常让人感触的 能接受CNN的记者采访的中国人当中 包括应该是江泽民友 温家宝友 这样的人去接受CNN的采访 今天作为对等来讲 同样来自于中国大陆的 那是陈光诚接受CNN的采访 那他讲出的话 跟那些人讲出的话 我觉得可以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这里想提到的 跟陈光诚有直接可以挂上钩的 那应该就是温家宝 温家宝在当年接受CNN记者采访时 CNN的专访记者直接拿出来 当年8964应该是5月19号那天 温家宝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 跟随赵紫阳来到了公共汽车上 看望那些绝食的学生的时候 那张照片 当时CNN的记者就问温家宝 你今天看到这张照片 你做何感想 那温家宝当时讲出了一番话 因为他也是CNN的专辑的东西 所以我们很难引用当时的状况 那我们只能说我能记到的 就是温家宝讲说 基本的人权 基本的人性 基本的尊严 基本的普世价值 这是温家宝当时接受CNN记者采访时表述的 而且他提到说 在中国的未来 人权 人们的法律一定是公正的 人权一定是普世的 这是他当时接受采访时讲的 而那个时间并没有发生薄熙来周永康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想说 如果按照3月14号 温家宝最后20分钟 是对他为这个社会服务 为这个共产党服务 40几年来的一个最佳总结的话 那今天这段时间 就应该是温家宝真正去兑现 他一生的尚未达到的 而他内心中极想达到的那种愿望 一个作为正常的人的基本的尊严和愿望 我觉得这就是对等的 所以我为什么拿他去对等陈光诚呢 因为陈光诚作为来自中国大陆最底层的人 而他表现出来的价值观 跟温家宝内心中所希望达到的价值观 是吻合的 那你到底在惧怕什么 今天当朝的人到底在惧怕什么 这样的吻合 这就是我提到的天意 这样的吻合就是在所有的人 连盲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而这些握有权力的人 想维护自己个人的利益和欲望的人 他就变成了 我说他不是人 这话不好听 他变成了什么 大家伙给个答案 我觉得这就是非常清楚的 今天中国社会 大陆的中国社会 我们面临的十字路口 面临的选择的一个非常明确的状态 文章介绍说 当被问到为何挺身对抗中共当局时 陈光诚表示 对他而言 这是相当自然的事情 他认为人的本性就是应该要阻止邪恶和拥抱善良 在刚刚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 我已经跟大家讲过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就是他前面补充了一点 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面对中共当局的邪恶 这个体制的邪恶 他的反应是自然的反应 这是人本身 人性的一面 要抵制 要抛弃邪恶 要拥抱善良 这是中国男人所拥有的 应该拥有的气质 这是在这个文化 这个土地上 我们一个正常的人 应该有的一种表现 他本不该值得颂扬什么 按照陈光诚的话 那是自然的反应 那是天性 而这样的事情遭到了迫害 而这样的事情发生 一切一切的发生 在中国大陆 不正表明了共产党的邪恶 而今天的人 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 无论你是胡锦涛也好 温家宝也好 李克强 习近平 你面对的 不正是陈光诚说的 人要遵循自己自然的反应 人性的一面 去抛弃邪恶吗 任何想在这个过程当中 想去平衡着什么 你平衡着一切 就是对抗着自然的反应 你平衡着一切 就是对善良的侮辱 而每一个人都拥有善良 这就是我一再提到的 这就叫天意 天意展现出人应该自自然所拥有的价值观 展现人本应该有的道德 所以人性的一面 为自己的生活拿到一份自然 不会给自己的生活当中 带来任何的急躁 任何的烦躁 任何的不安 任何的隐患 这就是回归自然的概念 回归自然 回归本性 就是天性 在其中 你想拒绝这一份 你想寻找什么样的 权力上的平衡 利益上的平衡 自己安稳的平衡 那就是对天意的亵渎 这就是我个人看到的 这也是我想说 这个盲人 给今天当朝的人 200多中央委员 如果加上下去的 300多 400多 埃及百 给这所有睁着眼睛的人 指明了一条天意的路 你让我说就这么回事 很简单 文章接着讲说 陈光诚在专访中 澄清了他在中国 遭到的待遇的说法 指出在中国遭受的软禁 给他带来了很多的痛苦 他不愿意 或者说他不太接受 所谓的在家软禁这一词 他说应该叫非法拘禁 因为那个家 已经成为了他的监狱 囚禁他的地方 他明确讲说 他和他的妻子 在中国大陆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遭到一次殴打 这是超乎任何人的想象 但是我现在不愿意谈起他 我觉得不愿意谈起他的那种痛苦 看到这一点 我就想起了高之胜 写的黑夜黑头盗 黑夜绑架 他高之胜 当时有那勇气去面对他遭受的非人的待遇 他讲述了整个的他被迫害的过程 我不知道陈光诚 他们俩如何比较 但是他们俩有着极其共通之处 为他人维权 自己遭到了迫害 遭到了惨无人道的迫害 遭到了按照陈光诚说 他无法回首 不敢描述的迫害 那所有这些迫害 发生在周永康 罗干 控制的政法委的系统的过程当中 所有的迫害 发生在江泽民一手促起的大国崛起的时代 这就是大家我觉得应该注意的 我一直提到一个说法 你不抛弃这个体制 你今天想把这件事情停在这儿 不往下走的话 就是这句话 你对不起基本的你人的人性的那一面 和道义的那一面 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文章里后面有提到说 在跟CNN记者采访时 他讲跟中国政府达成过协议 而这个协议 他也明确讲说 他并不是要一定流亡到美国 不是 他一定会回到中国 而他也很希望 中国政府能够遵从这样的协议 来对待他 对待所有的人 这个协议 我们原来一直提到说 实际是跟胡锦涛 温家宝 习近平 李克强 跟这个层面签订的协议 而不是 是所谓的政法委系统 周永康那一派所参与的 所以这就出现了很鲜明的对比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